桃園一家生产预露式光碟 不支布光碟包装袋的科技公司 因帮日本客户制作光碟 没想到受日本客户委托 希望买进台湾制口罩 替代中国制造 让这家工厂过年前就下定了口罩机台 意外投入口罩生产工作 原来我们是为了经营上的需要 所以要设口罩厂 没想到被国家争为国家队 来生产口罩供应防疫物资 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来参与 科技公司发挥爱心 先报备口罩征收小组 捐赠初期市产的口罩2万片 给桃園市政府运用 擅存科技在2月份 决定投入口罩国家队的行列 市府也积极协助取得医疗器材的许可证 预定要有8条生产线 目前是把初期市产的2万片 捐赠给市府 提供给医疗院所 跟社会福利机构 科技公司目前现有一条产线 日产量7万片 4月中增设第二条生产线 7月达到5条生产线 日产量可达50万片 后续也将增设3D医用口罩 及N95等级医疗口罩生产线 未来9条生产线 预估日产约65万片 医用口罩 让国内防疫物资数量更加充足 新闻台电视 胡书霞张年杰 台湾桃园报道